说起中华最厉害的打星,非李小龙莫属,他创造的,杰拳道,不过在中华有名,在全世界都是顶尖的,是李小龙把中华的功夫,带进了全世界,让他们知道,中华不仅于五千年的历史,还有博大精深的武术,有李小龙的地方就有苗可秀, 两人虽然没有恋人关系,但是荧幕中默契的合作,是别人不能代替的,苗可秀出生于香港,在70年的时候,才接触到电影,在刚开始的时候,主要参演一些武侠片,当时是武侠是最受欢迎的,影星郑佩佩,徐峰,李莉莉等都是那个时候起来的, 但是苗可秀只是客串,在剧中的表现平平,难以让人们记住,后来因为苗可秀的妈妈和李小龙妈妈是世交,于是在72年参演了李小龙的电影, 金武门,虽然剧中苗可秀的戏份不多,但却是剧中唯一的女主角,再加上和李小龙有段感情戏,让人们认识了她,后来又参演了李小龙的《猛龙过江》,再次大受欢迎,两人在当时还传出了绯闻, 当时苗可秀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,不过后来回忆起她说,我个性很强,不会向人解释,如果我否认,别人会说此地无银三百两, 我什么都不说,人家又当我默认,现在只有苦笑的份,在李小龙这颗巨星陨落后,苗可秀每年都会去拜祭李小龙,脸上带住可惜和叹息,如果李小龙没有死,也许两人会给我们更多的作品。 在李小龙去世后,苗可秀便戏录参演文艺片,那时认识了台湾影星柯后熊,两人很快坠入爱河,不过在一年后两人分手, 后来的苗可秀参演成龙的一系列电影,成为成龙电影里第一个女主角《心经五门》《龙泉》等,奠定苗可秀在电影的形象, 后来苗可秀出演的大多是武侠片,像《楚流香》、《蛇鹤八部》、《梦中剑》、《风流残剑雪无痕》等。 在08年的时候,参演《一个好爸爸》,并获得台湾电影金马奖《岁家女配角》提名,和香港电影金像奖《岁家女配角》提名,如今的苗可秀虽然还在演艺圈, 中年纪大了,大部分是客串演员。 现在已经66岁的苗可秀,一直没有结婚,也许她和李小龙是有感情的,只是当时没有在一起,而现在,曾经的少女已经变成了大妈,青春不在,慢慢地被人们遗忘,以后还能不能再记得美丽,气质的苗可秀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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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